赵莫多之战的具体过程是什么?为什么准嘎尔部会大败于清军? 作者林小敬复旦大学历史系术史研究生计, 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康熙三时, 五年1696年清朝于厄鲁特蒙古准嘎尔部战于赵莫多这场战役是康熙皇帝在, 为期间唯一一次亲政,并揭秘了嘎尔丹的主力时称, 赵莫多之战,准嘎尔部属于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居, 住在金新疆西北一带嘎尔丹本,与清朝有着频繁的马士, 清初在平定国内叛乱的战争中对战马的需求量很高, 而嘎尔丹为了发展当地生产, 因此对于清朝的马士十分热衷曾出现, 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的场景, 但是随着清朝陆续评定,三藩之乱, 收复台湾对马匹的需求也减少, 因此清政府下令限制马士的御令, 这得嘎尔丹来说, 无疑是重大打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, 贾尔丹在未经清朝同意的情况下, 强行前使入京。 赵莫多之战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5月13日, 清军与嘎尔丹在赵莫多交战, 赵莫多之战由两场战役组成, 清军的追击战和双方的主力决战, 此前,嘎尔丹生计离间蒙古各部与清王朝的关系, 遭蒙古王公告发后, 清廷将计就计, 令蒙古各部假议, 与嘎尔丹结盟, 趁机派兵攻打嘎尔丹, 此意康熙皇帝不顾朝廷处和派的反对, 任命费扬古大将军, 为征讨厄鲁特军队的前敌总指挥, 西以西陆军, 令西统领, 康熙皇帝十分重视与嘎尔丹的这张战役, 其后他亲振嘎尔丹, 分兵三陆对嘎尔丹军进行加攻, 赵莫多之战作战, 经过图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5月三十日, 清朝西陆军与带逃的准嘎尔丹军队相遇至赵莫多附近, 展开了一场正面交战, 此时的厄鲁特军因连日连夜赶路而提备至极, 加上路上粮食供应不足, 因而战斗力较差, 而清军却是以以待劳, 最终厄鲁特军队被击溃, 逃跑者或被清军追杀, 或跌落悬崖致死, 嘎尔丹不重大多将青,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, 且在众叛亲礼, 进退无路的困境下, 服毒自杀, 赵莫多之战清军, 共杀热鲁特军二千余人, 俘获数百人, 取得了一场大胜, 墨北平定卡尔丹招莫多之战, 最终以清军大胜告终, 原因是多方面的, 首先便是双方力量过于悬殊, 招莫多一亿清军, 共出动七万五千多人, 而一般认为卡尔丹军的人数, 仅在五六千左右, 其次便是双方在指挥上的差距, 卡尔丹对康熙皇帝率部亲征并无察觉, 因此匆忙应战, 而清军在逼近昭莫多的途中以意带牢, 主动出击, 厄鲁特军慌忙逃跑, 再次与康熙皇帝的谋略不无关心, 当时朝廷主战者甚少, 康熙却能不顾朝臣反对, 坚决派兵出征, 并怒斥进军途中建议撤退的大臣, 同时,康熙致任善任, 他任命费阳谷为前提总指挥, 后者在作战指挥方面, 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。 参考文献, 一、洪用斌, 昭莫多之战, 内蒙古社会科学, 汉文版, 1980年第二期。 二、袁森普, 康熙与昭莫多之战, 故宫博物院院刊, 1990年第一期, 三、王思智, 康熙的决策与昭莫多之战, 是学月刊1991年第一期。 四、黑龙, 康熙帝首次亲征卡尔丹与昭莫多之战, 满语研究2009年第二期。 五、兩、四、九、四、三、四、三、六、四、三、四、二、一、 玉塩、尼好投石, 雀、梗大三、四、三、四、三、二、四、一、三、四、二、六、一、二、三、三、四、二、五。